12月21号临时至24时 辽民省新增两例本土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 均属普通型病例 新增六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均为大连式报告 无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截至12月21号24点 全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94例 含境外输入65例 治愈出院287例 死亡2例 在院治疗5例 目前上有13例无症状感染者 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我们接下来呢 再来关注一下我省的疫情防控 为了维护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坚决防止新冠疫情 在大连金浦新区扩散 12月21号早上 大连式防控指挥部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发布了重要的防控措施 对金浦新区的重点区域 进行了严防曝控 坚决防止疫情的扩散和蔓延 咱们一会儿来看一看 昨天上午 大连式防控总指挥部发布了 关于实施进一步加强金浦新区 防控工作相关措施的通知 大连金浦新区辖区内的 友谊先进雍正光中 站前五个街道居民 无特殊情况 尽量不要外出 非必要岗位工作人员 不要上班 小区内居民外出购买生活必需品 不可出控制区域 限制出小区 公共场所全部停业 区域内中小学校幼儿园停课 所有师生不出控制区域 上述区域内居民无特殊情况 近期不要离开金浦新区 同时这五个街道辖区内的 公共场所全部停业 并要求凡是12月2号以来 到过金浦新区重点防控区域内的 必须到居住地社区申报 免费做核酸检测 此次战役中 大连市公安部门 共有1500名警力投入战斗 配合金浦新区 疫情防控指挥部开展工作 维护检测点秩序 交通路口卡点管控 宣传法律法规 隔离点警戒 交通部门立即停运 金州城区内的285辆公交车 大连地铁三号线九里支县 即可停运 与此同时 根据大连市防控指挥部统一部署 与金浦新区相邻的 普兰电区主城区的 丰隆太平和铁锡街道 也开始接受全员核酸检测 那么随着大连金浦新区 隔离小镇还有金润小区 必须先后实施封闭管理 为了确保居家隔离的血液透析 等急重症病人及时就医 12月15号起 大连金浦新区 为需要就医的居家隔离患者 实行了点对点的服务 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 大连金浦新区 隔离小镇社区封闭的第二天 正是社区居民陆小兰 要到医院做透析的日子 可是因为疫情原因 小区实行封闭管理 出不了门的陆小兰急得是团团转 我都着了慢着急了 我说这个早饭呢 你说这不让出也不让进 我这有病咋整个 后来找社区领导 社区领导还请同情我们的 都给我那哈找车 天天给我找车给送过来 送到这块大夫再给我找车 再给我们送回去 据透析科护士介绍 患者每周三次的血液透析 必须风雨无阻 即便是疫情最严峻的时候 也不能例外 据了解 为了在有效管控防范疫情的同时 做好居民服务 大连金浦新区卫健局 及相关街道社区主动作为 在摸牌掌握封闭小区内 需要进行血液透析 以及孕妇癌症患者等急重症患者情况后 根据实际情况 由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 大连医院和大连金州区第一人民医院 分别对格林小镇和金润小区 安排医护人员和急救车辆 在小区24小时待命 为需要就医的居家格林患者 实行点对点服务 据统计截至21号11时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大连医院 和大连金州区第一人民医院 已通过点对点接送服务 接送各类患者60多人及时就医 下一步 金浦新区将根据疫情防控形式 和群众就医需求 不断调整完善工作机制和工作方法 确保每一位病人都能安全看病 及时治疗